近日,中科院博士的一则论文致写火爆全网 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寒门出柜子的希望 事实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断言 寒门不能出柜子 在如今各大科研岗位上 出身寒门的也不在少数 2018年高考后 宁夏寒门学子单小龙火遍全网 高考结束后,他第一个走出考场 面对记者采访时,他狂妄地说道 就这垃圾题目,还想阻止我去打工 周围的人听到都偷来了鄙视的眼光 而高考完后,善小龙果然去了工地 但是在工地打工的时候 寒门出身的善小龙考上了中国最高学赋清华 他的人生足够励志 本期《最人物纪》就带大家走进善小龙的成长史 2000年,善小龙出生于宁夏西极县兴龙镇马嘴村 宁夏的西海固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 西极县是全国贫困县 善小龙一家都是回族人 父母都没有上过学 从小便在农村务农 父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家境贫寒的父亲善桂德却知道 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家中有三个孩子 善小龙排行老三 父亲都让这些孩子坚持上学 2006年,善小龙在马嘴村小学上期了一年级 读书时,善小龙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帮助 但是他的哥哥姐姐都比他上学早 有什么不会的 父亲就让兄妹三人互相学习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 因为本村的教学质量不太好 连英语教学都没有 善桂德只好将善小龙转到六公里以外的乡镇小学 之后,善桂德每天用摩托车 接送善小龙上下学 摩托车坏了就用自行车接送 不过到了乡镇后 这里的英语教学也很简单 只是让学生学会26个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但是善桂德也明白 英语必须要学好 将来高考有大用处 于是他就让上初中的大儿子教善小龙英语 从Go the morning开始 哥哥要求善小龙背单词、抄书 那时候,善小龙家里非常贫困 父亲只能靠重底来维持家用 和三个孩子上学的费用 上小学的善小龙和姐姐 每天都各自需要一元钱 而上初中的哥哥则需要四五元 后来哥哥觉得自己花费太高 学习也不及弟弟妹妹 所以他依然选择了辍学 十几岁的哥哥就外出打工了 善桂德之后对老二老三的要求也越发严格 五年级的时候 一次善小龙考到了班上的第五名 善桂德知道后十分生气 到学校后 看到善小龙 直接当着全班同学打了他 回到家后 他还带着善小龙到地里干活 并问善小龙 活好干还是学好上 善小龙终于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 之后父亲还让善小龙和姐姐写下保证书 下次一定要考多少名多少分 因为自己不识字 他就让两个孩子互相监督 写完之后读给他听 然后按上手印 从这之后 善小龙在学习上就从来没让父亲担心 2012年 善小龙进入县城里的初中学习 开始住校后 父亲因为无法每天见到善小龙 他只能天天和善小龙的班主人通电话 询问善小龙的学习情况 这让初中时期的善小龙倍感压力 有时候上课时 班主任的手机铃声响了 他就怀疑是父亲打来的 不过也正是这股压力 让善小龙逐渐养成属于自己的学习习惯 做作业时尽量提高效率 节省出来的时间会反复思考 梳理每天所学内容 每晚入睡前 一定要在脑海中将思路再过几遍 天性乐观的善小龙 还经常帮助同学讲题 2015年 善小龙在中考时考到了690分 全宁夏最好的高中 银川一中向他抛来的橄榄枝 希望善小龙能够到银川一中就读 但善小龙自己明白 去银川上学 花费也必然会增加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他主动提出不去银川上高中 爸 我上县城的高中也一样 只要肯努力 不怕考不上大学 但是银川一中是人人向往的高中 一向重视教育的父亲硬着头皮 也要让儿子去银川一中 他对善小龙说 我会想办法的 孩子 你一定不能放弃去银川上高中的机会 关键时刻 隆德县教育局和母校 奖励善小龙1000元奖学金 坚定了善贵德送儿子去银川读书的决心 就这样 善小龙进入银川一中就读高中 从进入校园的那一刻起 善小龙就暗暗发誓 三年后 我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大学 绝不辜负爸爸对我的期望 银川距离善小龙的家里有400多公里 每次从家里出发到学校 都会花上七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上高中后 善小龙除了寒暑假外很少回家 为了方便和儿子联系 父亲将自己用了三年的老式按键手机给了儿子 靠着这个手机 善小龙经常在有空的时候和父亲联系 除此之外 这个手机还充当了善小龙的闹钟 刚进入高中的第一个学期 善小龙学习更加刻苦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第一个进教室 晚上熬夜是家常便饭 经常学习到十二点钟 但他认为自己还不是最刻苦的 因为高中里 大多数孩子都学习非常认真 他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定下每天的计划 只要把自己的目标完成就好 每次都突破自己 高中时期 善小龙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于是 之后他选择了理科 并且每学期都能拿到奖状 家里早已堆满了奖状 寒暑假时 善小龙回到家里也不闲着 在学习之余会帮助家里干农活 耕地 除草 收装甲 各种农活 他都非常拿手 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影响学习时 他告诉记者 干活是干活 学习是学习 并不会影响 高二时期 善小龙的姐姐考入了宁夏医科大学 为了凑够学费 善贵德只好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 这才让女儿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2018年高考前 善贵德和儿子的联系非常频繁 他希望儿子能够坚持住 争取考一个好的大学 事实上 父亲通过多日和善小龙班主任的沟通 已经觉得儿子有考上清华大学的希望 考试前 父亲问善小龙 你能不能考上清华大学 善小龙回答道 爸爸 就算清华北大考不上 全国前市民的大学 我是考得上的 进入高中后 国家和宁夏自治区 一系列愈加完善的资助政策 解了善小龙的后股之忧 高中三年 善小龙每学期 可领到1000元的国家助学金 和500元的生活补助 学校还免除他的住宿费和书本费 即便这样 善小龙还是十分节俭 他只在食堂吃饭 从未点过快餐 高中食堂有两层楼 一楼是大锅饭 1.5元的饭 三元的菜 善小龙一般要两份饭 一份菜共六元 二楼砂锅麻辣糖之类 要贵一点 所以他从来不去二楼 2018年6月7号 善小龙走进了考场 经过了两天的高考后 当最后一门英语考试 就要结束的时候 善小龙第一个走出考场 他洋洋得意的样子 让门口的家长们几位差异 记者也第一时间 对他进行了采访 善小龙却放下狠话 就这垃圾题目 还想阻止我去打工 后来 这也被网友们津津乐道 果然 高考结束后不久 善小龙便和自己的哥哥 来到了建筑工地 在工地上 善小龙从事搬运钢管的工作 他一天要搬600多根管子 平均每根钢管的重量 都在20斤 每天在工地上 差不多要搬 一万两千斤的钢筋 而他每天的早点 也只是四个包子 一瓶矿泉水 为了节省钱 善小龙连包子 都只能吃素馅的 他告诉记者 一个素馅的包子 比肉馅的要便宜三毛钱 6月25号 善小龙从网上得知 自己的高考成绩676分 最终 善小龙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下 报考了清华大学 之后 他便又到工地上继续打工 在工地上 善小龙经常爬高走低 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这期间 他收到了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他开心地前往新龙镇 取到了自己的通知书 那一刻 他成为了西级人的骄傲 也是寒门出贵子的典范 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父亲多年的培养总算没有白费 虽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学费的事情让一家人愁坏了 这些年来 国家扶贫政策不断向好 善小龙的家里也从原来的微房 换成了四间砖瓦房 这些房子都是依靠着扶贫政策 和问亲戚借钱盖的 除此之外 善小龙家里还是建党利卡贫困户 村里每年都会给他们一家送去生产材料 包括化肥等 善贵德还带款卖了几头牛 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见到任何利润 由于自己患有腰间盘突出 善贵德干不了重体力活 家里的活都是妻子当处理 但近几年 妻子又患上了眼疾 做手术最少得六七万 一家人只好拖着不做 女儿上学后虽然节省 但一个月也需要500多元的生活费 面对上清华的巨额费用 贫困的一家人想不到一点办法 为此 善小龙只能在工地上继续工作 多赚一分是一分 父亲则打算卖牛支换学费 西基县得知善小龙家庭情况后 主动帮助他们完成了助学贷款 在工地打了两个月的工后 善小龙赚了三千多元 他终于给自己买了一款智能手机 两个月的工地生活让善小龙知道 早早辍学的哥哥工作是多么辛苦 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虽然家庭贫困 但善小龙却从未感到自卑 他告诉记者 也许和其他同学相比 我能让清华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但既然有机会去清华大学 继续努力总比自愿自爱更重要 2018年8月22号 善小龙在姐姐和父亲陪同下来到了北京 当天善小龙还在北京 参加了他们民族的孤儿邦节 在这里 他也遇到了很多老乡 之后他和父亲为了节省钱 只好住到了老乡的宿舍里 进入大学前 善小龙特意在老家买了一些衣服 包括有西装 他觉得大学时期要经常参加一些会议 川西府会更正式一点 对待大学 善小龙憧憬着自己的大学生活 向往着自由开放的生活 8月23号 善小龙终于踏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门 在完成报名手续后 善小龙急忙到勤工俭学部门 联系了自己到底何时能够有勤工俭学的机会 之后 善小龙还遇到了高中同学 在同学的带领下 善小龙来到了清华大学的宿舍 他友好的向寿友们打着招呼 整理完被入后 善小龙的父亲和姐姐告诉善小龙 要处理好和同学们的关系 之后 父亲和姐姐便乘坐当天晚上的车回到了银川 接下来 善小龙就要独自面对大学的生活 他给自己定了目标 一定要在专业里排名前十 进入大学后 善小龙终于申请了微信 和同学们互相加了好友 期间 他在朋友圈里也关注着慈善 发了一条关注脑瘫旧主的公益活动 进入清华后的善小龙 再也没有了媒体的关注 如今已经要大死的他 应该也计划好了后续的人生 但大概率 他还是会继续考研 继续创造寒门柜子的传奇 让我们为他祝福 我会继续考研 我会继续考研 我会继续考研